接着我们要上的东西叫做化合物形成 好,啥叫做化合物 化合物就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两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用一定的组成,一定的比例结合了一个新的物质 这种结合我们称之为化合 结合出来的东东我们叫做化合物 两种,比如说氢是一种,氧是一种 两种或两种以上 比如说钙是一种,碳是一种,氧是一种,三种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 用固定的组成,一定的组成 那这里写了什么叫一定的组成 就是原子的种类,数目跟排列方式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组成的种类不同 如果我组成的数目不同 或者我组成的排列方式不同 那我就是不一样的化合物 我就是不同的化合物 用一定的组成所结合出来的 这个动作叫做化合物 产生的东西我们叫做化合物 所以氢跟氧结合形成水 铁跟氧结合形成氧化美 就是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 一个钙有钙有碳有氧 可能会形成碳酸钙这样之类的 OK,叫做化合 那么基本上东西在化合之后 它组成的性质 那个性质 常常经常都是跟原来东西的性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前面教过 氢是可燃的 有没有 氢有可燃性 氧有什么性 助燃性 可是氢跟氧化合成水的时候 水呢不可燃也不助燃 所以性质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未来会做这个实验 钠跟水会剧烈作用 钠会跟水作用 然后氯气有毒 氯有毒 氯有毒 可是呢 氯跟钠结合成氯化钠的时候 你妈煮菜的时候把盐巴放到水里 会冒泡吗 不会吧 那你吃的氯化钠会死翘翘吗 虽然也不会嘛 所以氯化钠也不会跟水作用 也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呢 就要告诉你说化合物 化合物的性质 跟元素的性质经常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有两个定律 一个叫做定比定律 定比定律就是说我有一定的比例 刚刚一定的比例来结合 刚刚讲过了 化合物的化合有一定的组成 包括一定的种类 一定的树木跟一定的排列方式 氢加氧变成水 就是两个氢加一个氧 所以就固定是两个氢 所以它们质量的比就会确定 就会固定 这个叫做定比定律 组成化合物的成分元素之间 它的质量比恒为定值 二氧化碳就是两个氧加一个碳 所以它的比例就是这么多 所以它就一定是三比八 然后氢跟氧的水 千两平就是一比上八 一定是确定固定 因为它的组成是一定的 既然组成是一定长的都一样 所以当然就会固定的 当然就是固定的 这叫做所谓的定比定律 要所谓的定比定律 还有要所谓的贝比定律 贝比定律比较啰嗦 现在不太不交了 我还是要讲 但是不交了 贝比定律就是 贝就是两贝 两个 两种两个元素 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其中一个固定的时候 另外一个会成简单整数比 碳跟氧 两个元素 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其中一个固定 碳一样多的时候 氧就会成为一个简单整数比 或者是氧一样多的时候 碳就会成为一个简单整数比 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贝比定律 考试通常是问你 下列何者可以解释贝比定律 那很简单 一定要有两种元素 而且只有两种 没有第三种 你不能有氢有氧有瘤 然后去比 不行 就只能有氢有氧 或者是有氢有瘤 但是就两个 所以一定是两种元素 那要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这样它就可以解释所谓的贝比定律 比如说水 有H2O的水 还有学过的双氧水 H2O2 双氧水两个氧的水 那么就是氢跟氧 两个元素 构成两种以上化合物 这种就可以来解释贝比定律 氢固定 氧会有一个简单整数比 氧固定 氢会有一个简单整数比 这样叫做贝比定律 因为它跟未来会提到原子说 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告诉你贝比定律 不然是这样子 OK 请问 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我们接着要上的东西叫做化合物的分解 我们前面教的是化合物的形成 元素构成化合物 现在教的是化合物会分解 它照光受热 风电或者一些动作 它会分解 然后比如说我们前面教过一个叫双氧水的分解 双氧水 我们加了二氧化孔吹化 它会分解成水跟氧 水跟氧 那么氧是元素 水是化合物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 化合物分解的时候 它的产物不一定是元素 有的会分解成元素 有的会分解成化合物 有的会有的是元素 有的是化合物 这个学测考过氧化孔 普利斯蒂用突透镜聚光去造氧化孔 然后就得到了孔 跟当时所认为的星空气 当时所认为的星空气 一个星的气体 那么这个星气体 后来它就命名叫做氧 而且发现 它会就是跟燃烧有关系的 跟燃烧有关系的 也跟一些生锈什么之类有关的 所以拉瓦吉也就研究了这个星空气 知道它是燃烧的时候会被吸收的 然后也是表示说 燃烧就是跟氧在化合物 是我们国中这样教的 燃烧就是跟氧剧烈作用 同时还会证明它跟生锈之类有关 所以这个要做氧化孔 分解成孔跟氧 目前我们没有教化学识 所以我们都写中文 未来我们都会写英文 都会写成化学识来表达 用化学识来表达 所以我们分解 氧化孔会分解成孔跟氧 这两个都是元素 这两个都是元素 好 重点是这个 碳酸氢钠的分解 我们把碳酸氢钠放到四款中加热 然后呢会有得到固态 液态跟气态的产物 有固态液态气态产物 第一个是气体的产物 在刚刚那个实验里面 我们把气体产物通入澄清石灰水 然后呢它会产生白色浑浊 OK 这我们教过了 请问你 澄清石灰水 会变成白色浑浊 表示这个气体是什么气体 Number 30 30号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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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下 表示这个气体叫做 二氧化碳 同时它的管口 有一些液体深层 我用氯化雅菇氏去检测 它发现氯化雅菇氏会呈现 粉红色 这我们也教过了 让氯化雅菇赤子呈现粉红色的 是什么东西 哪一种液体 Number 10 10号 10号 10号谁 10号 水 请坐下 叫做水 所以我们有气体产物 有液体产物 还有一个叫做剩下一个固体产物 白白的 残余的白色固体 叫做 叫做碳酸钠 这里一个重点叫做 这里一个重点叫做 表示碳酸钠受热不会再分解了 碳酸钦受热会分解 碳酸钠在受热已经不会再分解了 所以 这是我们下学期会再提到一个重点 碳酸钠跟碳酸钦钠的差别 好 有个固体产物 是白色的固体 它是碳酸钠 它是碳酸钠 这个实验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管口朝下 这个做实验的实验之后管口要朝下 原因因为你有液体生成 不要让这个液体倒流回去试管中 不要让液体倒流回去试管中 一会污染药品 二突然受冷试管容易会破裂 所以第一个管口要朝下 第二个 这个澄清我们前面教过了 澄清水水通入二氧化碳 会变成白色混浊 但是如果你通过量 它会重新变成澄清 因为二氧化碳溶于水会形成碳酸 碳酸会跟碳酸钙作用 所以这个试管做实验的时候 一通入二氧化碳 变浑浊之后 就要把它拿出来 就要拿起来 不要让它继续换到那个 澄清水水里面 所以一旦变浑浊 就要把导管拿出来 把导管拿出来 这是第二个注意事项 第三个注意事项 常常考 整个实验做完之后 整个实验做完之后 要把东西拆掉 要离开的时候 要请你先把导管从水里面拿出来 再熄灭酒精灯 谢谢行灯 不要去先熄灭酒精灯 再爬出导管下来 因为呢 如果你先熄灭酒精灯 那这边写了 你加热氏管冷却 体积会变小 压力会变小 它可能有倒流的现象 他讲过 一就是污染药品 二突然变冷 氏管会容易破裂 所以要你注意这个事情 要先把导管从水里面拔起来 再熄灭酒精灯 所以这是第三个注意事项 这就是这个实验 这个我们常常会考 OK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可以起成这样 碳酸氢纳会分解成碳酸纳 加水加二氧化碳 这三个全部都是化合物 这三个全部都是化合物 所以碳酸氢纳受热分解 产生碳酸纳白色固体 水液碳 二氧化碳气体 记得我们前面教过的 如何检验二氧化碳 如何检验水 OK 还有刚刚给你提示了 整个实验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东西有个用处叫做 干粉灭活气 干粉灭活气里面放的就是 小苏打 也就是碳酸氢纳 小苏打是俗名 碳酸氢纳 还有氮气 氮气是为了要把小苏打喷出去 把这个干粉喷到活场里面 然后受热分解产生二氧化碳 那它那比较重会盖住 然后隔绝氧气 就达到了灭活的效果 所以 那你们什么 拉拉鸭还记得吗 长发风吹 然后氮气吞过去 然后受热分解 产生二氧化碳 达到灭活的效果 就是干粉灭活气 小苏打跟氮气 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OK 好 帅哥有问题吗 没有 嗯啊 天明会是大一样